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船头点点目睁 有理有航迹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记住我的世界原始这么多容易 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小叔 我是俊松 欢迎收看听听看 小叔啊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曾经来过 七百集特别节目中表演的 爱加倍极限轮椅舞团吗 你还记不记得 当然记得啦 他们是小儿麻痹患者 但是坐在轮椅上却可以翻滚 倒立旋转 表演高难度的街舞动作 我看的胆战心惊 真的很佩服他们 对了 你怎么会突然提起到他们呢 因为前一阵子 刚好呢 在街头看到他们的表演 于是呢 我就停下来观赏 哎呀 说真的 他们是很有团队精神的团体 没错 就我所知 这几年来 他们到各地巡回表演 还远到国外演出 都获得了热烈的支持与回想 我想他们的成功 背后啊 一定必然有很重要的推手 嗯 当然啦 你知道这位重要的推手是谁吗 就是陈忠胜大哥 他本身呢 也是一位小儿麻痹的患者 除了带领舞团表演之外呢 也成立了喜乐小儿麻痹 关怀协会 以及爱家贝庇护工厂 同时呢 又致力身杖者养生家园的筹建 他希望可以把这份爱发扬光大 照亮更多在黑暗中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听你这么说 想必陈大哥本身就有动人的故事 你赶快带我们去认识他吧 嗯 没问题 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到彰化 去拜访这位有爱心的陈大哥吧 请看 陈忠胜因为小儿麻痹 从小在彰化的喜乐保育院成长 他对人称喜乐阿嬷的马喜乐院长 特别的感念 因此出社会之后 一心效法他疼爱身心障碍孩子的精神 成立了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 先是创办庇护工厂 提供身杖者就业机会 接着又致力身杖者养生家园的筹建 要把喜乐阿嬷无私的爱 一直传下去 在一般人眼光看来 可能他是一辈子必须要 依赖父母的照顾养育 甚至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一群人 我们的冲伴人喜乐阿嬷 他给我们的信念 是没有一份生命是被放弃的 那从小我们就一直很珍喜 愿意看重我们自己存在的生命 纵使生命不完美 也有切磷 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去拦起 他对生命存在的价值的坚持 就是要让他们在工作当中 去找到他们的自信 在工作当中让他们去看重自己 是一个有用的人 目前我们大概有将近六十几位 身上团队伙伴一起在这边 一起工作 一起在组我们的梦想 陈忠胜呢 是彰化喜乐爱加倍庇护工厂的执行长 他以同理心和关怀的精神 帮很多找不到工作的身障朋友 得到了就业的机会 长久以来呢 忠胜关怀身障朋友的脚步从不停歇 为了筹建年长身障朋友的家园 更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 在这些过程中 不但丰富了他个人的生命经历 更让社会各界看到了身障朋友 多才多艺的一面呢 哈喽 陈忠胜今年四十九岁 太太是保育院的医护督导 遇有一个女儿 她的家乡是在云林县轮贝乡 小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 过了就学年龄还待在家里 没有到学校去读书 整天都在玩 日子倒也过得十分惬意 不过因为她总是在地上爬 所以难免就被同村的孩子指笑了 我的故乡是住在伦贝乡村的一个乡镇 小时候都在城堂的乱乱舌 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会拉着我 然后在村里面跟大家一起玩 到西里去捉鱼啦 或是到田里 或是到玩棒球 后来我被别的村庄的小孩 她看到我怎么用爬子在玩棒球 然后就会 哎 拍胶耶 拍档生棒球 那狗在那里拍还拍档生棒球 突然之间是因为这样的话语 突然就 应该是都伸张之痕 因为这样就 去面对到一些内心的伤害 就突然才觉得 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们是比较赤等等 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就会比较畏缩 有一段时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因为那时候父母家人为了三餐就都很辛苦啊 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再让我去读书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到八岁的时候 我就被我的父母送到彰化二连 喜乐宝宴这样 专门收容小麻痹的一个机构 那阿嬷她就收留我们 那慢慢从开始学习走路 拿着拐杖 一步一步展开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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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會說哪一棟表現好哪一棟不好 那實際上第四棟就是比較調皮的孩子住的 欣賞姐 我們要特別介紹這是你驚訝的太太 一輩子的情人 今天行人節要有所表現吧 這個裡面要用很久了 我要開個冷氣 離開喜樂保育院已經三十多年的終盛 經常會想起自己小時候生長的地方 民國六十一年 八歲的終盛被送到這裡 那個時候喜樂阿嬤已經五十九歲了 他對生長孩子的關愛 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慈愛 令當時小小年紀的終盛感到非常的溫暖 終盛小時候就住在那間 就這裡 這裡 就住了五個孩子 現在已經改成書房做紀念了 這樣睡啊 一排一排睡嗎 對 小時候比較頑皮 就在一起聊天 一直玩 阿嬤有時候就在站在窗戶 你做什麼怎麼沒睡 就慘了 就要被抓起來 天壁失垢 這個就是我玩足球 這個就是我玩足球 玩的方式我們就用板上 板上當腳 踢球 我們都坐在地上打 然後打完就用爬的 一雷 二雷 三雷 八雷 但是卻回到故鄉 開設了一間醫院 當起了院長 可是後來醫院負債累累 只好轉賣給別人 不過呢 就像喜樂阿嬤 常常跟忠聖說的一樣 自己跌倒了 要自己站起來 忠聖真的有認真地記住 喜樂阿嬤的話喔 我很喜歡阿嬤的計劃 靠著商品家給我力量的 房子都能走 因為從小就蠻幸運的 又有福氣 說到喜樂保養 一路讀書這樣子 在高雄醫院服務 只是沒想到 在生命高峰的時候 突然就跌到生命的谷底 醫院被銀行團 以中收散 就是搓鷹根 所以對我個人來講 真的是人生最大的挫敗 覺得對不起太多的人 所以我就在護理站 拿起了一些那種藥物 用本身製毒要寫的 當時就有一種很不好的念頭 就是我要 用結束生命 來逃避 來面對 來面對 我最大生命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臭敗 那 我知道我的太太 可能她 也很快的 就會行著我的腳步 所以當下我就打給母師 說 我面臨到生命中 很大的一個醜斑 我想要 我想要 走 結束掉自己生命的路 但是 我不能先 孩子 跟太太 就也這樣跟著我的路 所以能不能 麻煩你 安撫 我的妻子跟女兒 因為牧師告訴我說 總是 你在人的眼光來看 不惜 你是失敗的 但是 在上帝的眼中 你並沒有失敗 因為你做了一件 很有意義的工作 也因為牧師這樣的一句話 突然轉念了 原來在上帝的眼中 我並沒有失敗 您怎麼知道 好 您怎麼知道 您怎麼知道 我覺得對她是一個打擊 生命的打擊 原本是有很高的那種理想 特別在鄉村的地方 醫療很缺乏的地方 她願意這樣子有點 就是像回饋自己的故鄉 也在那裡幫助當地的民眾 所以對她來講 有很深的那種失落 但是我覺得很難能可貴的就是 她願意在生命的帝國當中 不放棄自己 也不斷地再充實自己 等待起航 那所以她後來開始非常的去重視 促進身心上的就業這一塊 我覺得她做得很強勾 用心 也不可以腳印 其實她也成就了很多 可能需要被幫助者這樣的一個生命 全國應該只有我們 女的漢家沒有做了女可以再開組 中聖在保育院所在地 這裡 彰化二陵鎮附近的方院工業區 成立了艾加倍庇護工廠 這個工廠的命名呢 就是希望傳遞喜樂阿嬤的愛能多加幾倍 當然也希望社會大眾能對工廠產品的喜愛 以及對生長員工的認同 能夠多加好幾倍 要小心兩邊喔 好 看準 好 來 左轉 沒有啦 我們穿衣服 給他們做 你們做什麼 這個手帕 沒有就毛巾 給他們做 反正就是他們這裡有身心障礙 給他們最好理 不然以前都是別人做 對啦 謝謝 謝謝 我記得我們九十年成立的時候 去拜訪客戶的時候 有很多客戶在質疑我們 你怎麼騙 修理肉筆的產障的可以做運刷 那不信啦 那我說 你讓我們試看看 當你收到我們的產品的時候 你再來下定論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創辦人 小時候給我們的一個教導 要勇敢去嘗試 不要說你不會 那等一下要做什麼 我等一下要把圖案印在這上面 什麼圖案 照片 照片 再會做一個掛肘 一個 就是掛肘 我沒有辦法 我現在要再列印 樂透紅包袋 對 這個是我們身上朋友他設計的 真沒想到 身心障礙朋友 除了可以申請開設採券行之外 還可以由庇護工廠 承接紅包袋的印刷工作 不過仔細想想 當然也是沒問題的 這個是 天然要求說 我要給白布 對臉 這是他們家的口 他要用這個 做他們 紅包袋的封面這樣 然後出題目 叫我做給他這樣 我本來行動是很方便的 因為車禍 所以我現在行動不方便 來這裡之前 有去一間科技公司 做美工的工作 那個老闆說 我沒有辦法接聽電話 所以就不用我這樣 這個工作台設計的不錯吧 為了這位朋友身體有障礙 行動不方便 這樣的職務再設計 是專門為他量身打造的 讓他能夠升任工作 你別看他瘦喔 他可是非常的認真喔 真是佩服啊 很適合他操作 你看 我現在打過五分鐘 之前我去一分鐘 我來到 我來以內阿加班 已經五年了 這樣我自己 整天我家庭的商機前面 他們自己的物商 我怎麼想 就是給媽媽一個 比較好的環境 可以讓他 比較不會 不用那麼老累 媽媽的夢想 就是去日本玩 想讓媽媽 有個愉快的心情 因為其實我還蠻不方便的 對 然後我來協會工作 大概八年有了 這邊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媽媽會覺得 我在這邊有一份固定的薪水 可以養活自己 想說我可以賺我的第一份薪水 可以跟我阿姨他們一起出去玩 這樣子一一就會比較不一樣 第一次出國是去韓國 去看下雪 然後隔了兩年以後 去日本的飛行大 所以去那邊看那個薰衣草 因為他跟他的家人 一直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雪 因為在台灣很少有機會 所以對身障者來講 特別對台灣的身障者來講 是一種夢想 最主要是他這麼一個 極重度的身障孩子 他可以靠自己的工作 養活自己 靠自己的人力去 研他自己的一個夢想 我想這個的一個過程的 意涵精神 才是更難能可歸 喜樂愛加倍的員工們 彼此之間的感情特別的好 因為他們不但工作在一起 下班之後 他們還一起搭車回到員工宿舍 而為了讓身障的員工們 有更好的居住環境 終勝的下一步 就是想要為他們 打造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園 那在幾年前 因為我們有發現到 很多的身障者他們 是不能結婚 是沒有結婚 他們大概都布錄到 中年五六十歲 目前也都是養賴父母 拖老命在照顧 所以這個孩子 萬一他不在的時候 這個孩子要怎麼辦 為什麼這個父母 他一輩子要承擔 這麼大的責任 甚至到他年老 眼睛要閉上的那一刹那 他還在掛念 所以我們希望 接觸社會大眾的力量 來接觸我們 打造這個國六戰爭的夢想 中勝啊 他真的很熱心助人 你看這麼大一塊地啊 因為許多身心障礙朋友 居無定所 不知道該以何處為家 如果您願意 一同來支持吧 好大的地方啊 我伴手告訴我 我們可以做什麼 小時候有玩過倫理 是不是他們在把以前小時候 那種倫理跳舞的 再把它重新 再把它重整起來 那接觸倫理跳舞的表演 就可以有表演會 接觸倫理跳舞到 結果各地甚至到很多地方 你可以去現場 來挑戰這樣一個 不可能的一個任務 這幾年來啊 輪椅極限舞團 經常到各地巡迴表演 甚至呢 還遠赴國外演出 都獲得了很大的支持 對於籌募家園 有很大的貢獻 除此之外呢 鍾盛和他的夥伴們 也辦了很多很有趣 同時又很有意義的活動 為的呢 就是加速家園基金的籌募 來… 來… 從一開始創的 我常常用三個傻瓜 來形容他們 那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為什麼 因為執行長其實他 就像是我們的大家長 就像爸爸一樣 那對於我們每一個員工 就像子女這樣的 呵護跟照顧 我覺得是執行長給我 一個很感動的地方 四…二…三… 二…三… 空起來 冰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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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種感覺啦 感覺跟感情 其實跟一般 比較不一樣 嗯… 在彰化就的地方 其實要對 細心障礙者來提供服務 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相對的 成像差距 還有資源的缺乏部分 都是比較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執行長他也是 選擇一個最難走的路 耗盡了他很多的心力這樣 我們兩年前到韓國 七年到馬來西亞 也擴展他們整個的一個 心胸革脊 擴展他們一個視野 你到外面去 人家把你當偶像 這樣 那有可能 有一天 人家會幫你說 你是我的偶像 我想 這一句話 就真的是 讓他們覺得 哇… 生命是何等的尊貴啊 這些表演的模式 其實… 在台灣其實 就已經很少人看過了 去到馬來西亞 是… 大家是根本都沒有看過的 他們會覺得說 欸… 輪椅也可以這樣子表演 而且甚至… 嗯… 就是怎麼講… 就是像街舞這個樣子 他們其實滿驚奇的 我不可避免 輪椅可能要跟我一輩子 但是當我去接納它 當我去喜歡它 甚至… 我把它看作它 是我一件… 披在我生命當中 一件很生命的一個 彩衣的時候 透過他們倫理舞的演出 可以讓很多人去看見 生命當中的不完美 並不代表我的生命就沒了 甚至透過他們倫理舞的演出 可以讓很多人去看到 他們對生命的堅持 然後最重要的是 也讓我們去找到 生命當中的一個舞台 這麼多年來啊 鐘聖到處宣揚 喜樂阿嬤無私奉獻的精神 哇… 他真的是一個貫徹到底的人 無時無刻 都在謀求生命朋友的福利 眼看著一心想要籌見的生命家園 正在一步一步地朝著目標前進 不過我們知道 他們需要努力的地方還有很多 希望鐘聖永遠保持旺盛的鬥志 同時也希望大家都 一起來關懷生長朋友的未來